我叫夏海南 然后今年是24岁 从事这个行业是两年 是前两年 然后我大姑她去世之后 我们参加一个她的追导会 那是我第一次 就是第一次意义上的接触死亡 然后当时那个追导会感觉 对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然后当时觉得 这个工作可以尝试一下 我妈是比较支持我 然后我爹是担心我后边不好找对象 然后不好成家呀 但他们还是算比较接受这份工作 最开始肯定还是会害怕 后边我们去做个培训 然后像别人都说 你害怕的人是别人做梦都想见到的人 对吧 然后后边跟一些家属打交道啊 其实还是很感动的 如果就是想把一个服务 就是当做别人家属 送老人最后一程 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办好 然后比较这个的 这种责任吧 也算是把这件事情办好 后边会觉得 其实也不是那么害怕 特别大的挑战是我刚接触 就是给老人拖起船 后续对我挑战比较大的 就是跟家属的沟通 因为每个家属 还有一些大东 他的品性不一样 你不知道什么事情 小事情上让他们不满意 那这个也算是一个挑战 从事身份工作之后 就会觉得就是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是在宾馆实习的时候 当时是一个母亲 除了意外 她的孩子还很小 就是她的身高够不到香炉 上不了香 她甚至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了 当时还在外边开开心心地跟我们玩 然后最后可能是她爸爸跟她说了什么 就看到她妈妈进入屋子了 才开始哭 如果说老人家已经是喜丧了 我可能会无所谓 就是如果孩子很小 然后就士气父母了这种的 我还是会很伤心 然后就觉得事实无常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跟我家里 联系会多一点 然后关心的话会多说一些 教他们注意身体 然后联系多一点 我妈他们也觉得 这确实是从事这份工作之后 跟他们的关系要好很多 我就是觉得 就是每个人都会 都会去经历的事情 或早或晚 但是在你有限的生命里 就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极力地去做到最好就可以了 像我之前 就是经常会口头地说 不想活了想死啊怎么样的 你现在的话 会觉得有点 感觉说这种话有点泄 有点泄毒生命的那种感觉 生命还是很重要的 平常啊像我们这些人听到冰藏啊 他听到这两个字 他都会有点排斥 但真正我们去给家属做服务 帮他们送老人最后一程 他们肯定是很感谢我们的 也是尊重我们这个行业的 整场上事办完之后 他们也会很感谢你 然后说一些感谢的话呀 或者说是给你塞红包啊这些的 我们肯定是不会收 但是这也是表达家属 一些感谢 大家尊重我们工作的 就是像我们平时服务完 家属都会说再见 但是有些家属他会 会说再也不见 因为再跟我们相见 在生命里家里 就是再又需要有丧事办了 所以他们不会很高兴地 听到这句话 然后会不会服务的 丧事多了之后 其实他们也是不想家里 再需要有丧事办 不需要在我们再来做服务 然后也算是 希望家里皮皮啊 他们的感觉 在他们的角度想 还是能体谅他们的心情 未来的话 我还是想在 变造行业一直学习下去 然后我感觉对待生死啊 就这个工作给我的媳妇 还是很多的 因为我是00后嘛 然后我感觉00后 现在从事这份工作也很多 网友这些的评价也是 很中肯 我觉得到后 到后学应该会一直监视这份工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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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